现在1点半了 这些还猫我的肚子 本来我想先去吃一个那个牛肉的他口 但是我这边就是天啊 我就去看看里面有什么 别的好吃的吗 今天星期二人也那么多呀 烫的 人山人海 马蒂尔精酿啤酒屋 冰棍10块钱一只 这个楼好像那个上海的洋房 但是这里面都应该是欧式的建筑 俄式建筑 在干嘛 喂鸽子的吗 哎呀 到处都是好吃的 鱼打滚 这家小丸子永远那么多人 这看着好有食欲啊 这什么 这些看着不是更有食欲 看一个这个纯芝士的那个吧 要了几样 我刚刚开了已经是7块钱 还算可以吧 我就喜欢逛这种小吃鸡 然后看着一样吃一样 特别是我 有点听那个托桃的阿姨说 二宾这边的消费其实挺高的 但是收入还是不太高 他们工资普遍才1600左右 相比较于呼伦贝尔这边 买呼伦贝尔的工具差不多就要3000左右 就服务员的 这两个 这是鸡肉去骨炕 我吃完这些我还有肚子去吃那个塔口 我就找找 吃完一份继续 你下一份 我的饭量不是盖的 终于找到这儿了 要一杯磨鸡脱 这个气泡水 我看别人视频发这个 我就特别想吃这个 这是牛舌的 这个是鸡肉的 这个沙拉看着老是实际的 这样式特别多 吃点草吧 再尝一下这个 这是鸡肉的 咱俩猪这个最好吃了 要来个蘑菇汤 哎呀 这个才来呢 要喝 黑胡椒 其实哈尔滨的美食特别多 而且都符合北方人的口味 多想在这儿不走 吸引我就是这是好吃的 哎呀 饱餐一顿呀 这个还不算太贵 它属于西餐 也属于鹅餐的一种系列吧 然后我要了四样还有五样 快花了一百多块钱 好吃 下次还会来 下次我要带我姑娘来 下次我要带我姑娘来 谢谢你 您好 再给我 谢谢你